好 亲爱的好朋友 来又到了礼拜四卓雅老师的时间 卓雅你好 大家好 是 卓雅老师提醒的这些方式都好棒 我觉得都很具体 非常非常的具体 让大家可以试着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试试看 感觉一下 如果你觉得身体里面的感受比较难 你也可以从感觉自己的手开始 自己的手掌手指 可能就是也是一种像一种触碰进心的方式 就是去磨任何的东西都没关系 然后就是去一直观察我手上手的皮肤 可能也可以手里面有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舒服吗 还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感觉到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 就是这个动作我刚才以前有提过 我还在很忙带小孩的时候 是在做的 我觉得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尽心 一直要做事嘛 你要洗碗啦 你要帮它换鸟布啦 你要抱着它 对对对 手掌一直会抹到东西嘛 那就是为了不要一直在头脑里面 就是想东想西的 我就是会去做这种触目惊心 所以是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体会出来的 然后你就发现 你就会我们把那个注意力 专注在我们的身体上面 它会帮助我们不要一直想 我怎么那么辛苦 我怎么那么累 小孩子怎么不睡觉 对 你在身体里面的时候 你身体能够自我调整 它也可以比较不用去浪费那么多的力量 对 因为就是我们大部分的能量 是因为我们想东西而变的 不是因为我们去做事情 那是因为我们头脑太忙了 对对对 那我今天如果专注在我的手上 我的脚底上 或者身体里面整个的地方 嗯 我能量就会在里面 它没有跑掉 嗯嗯嗯 好棒哦 OKOK 好 那那所以怎么样在家里面 好好的陪伴孩子 刚才不管是做 呃 跺脚的练习 踏踏踏的练习 嗯 然后然后呃我们可以做一些触摸的感觉的呃这个练习 那还有其他的部分吗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能可以跟小孩子一起来是唱歌 为什么要唱歌呢 哦哦哦哦哦 我们其实发出声音 甚至这种叹气或者哼躯都会绑住我们的自律神经 嗯 因为我们会把我们的吐气拉长 我们会吐气久一点 嗯 那我们上一次就提过了 吐气久一点 我们就会绑住我们启动 腹脚感神经 腹脚感对对对 对 而且就是我们的隐性能量会比较多 嗯 所以你如果今天可以跟小孩子一起唱歌 嗯 你们不就是可以愉快 你们还可以绑住你们的腹脚感被启动 所以唱歌也是提升腹脚感神经的一个一个方式 对 真的 我以前还 因为我一直不太会唱歌的人 嗯 那我还住在国外的时候 住在卖他的时候 就找到一位 呃 voice teacher 他就是唱歌的一位老师 嗯 那我就去上课 因为我觉得 我也想试试看 我是不是真的可以绑住我的声音变得比较好 或者比较多 嗯 如果我发现每一次上网课 我的情绪就会变得非常的好 那我用什么情绪进去跟他上课 我出来一定是非常的快乐 他就很开心就对了 对 真的非常开心 嗯 所以我觉得喜欢上课的人 我知道台湾人很多人喜欢上课 对 对 因为也可以试试看哦 哦 所以那个时候你去呃 学唱歌 那个老师都会教你们唱什么歌 选的歌曲有影响吗 呃 他有很多的练习 就是绑住你的声音先出现 哦 就是也是自我觉察 就感觉身体 因为你声音就是要从你的腹部出现的嘛 对 对对 就是那位老师也是学过一些 上满的 上满的一些练习 嗯 我怎么特别喜欢他 那后面我们 我自己可以选歌曲 我是一对一上课的 所以我又喜欢一些俄文的歌曲 一些一些英文的歌曲 哦 哦 哦 那那那 如果还没有唱歌之前 先先练习 让自己的声音出现这个部分 卓雅可以教我们吗 嗯 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个比较基本的练习 好哦 我们平常声音就是可能喉咙会有一些紧绷 对 有一些没有打开的感觉的时候 嗯 很简单的你可以打海键 你就是故意的去打海键 假装你要打海键 哦 哦 然后打海键的时候 哦 你的喉咙就会打开 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发出声音 哦 任何的声音都可以 可能只是啊 或者哦 哦 哦 一直试试看哦 对对对 打哈键 从打哈键开始 哦 就一直 然后就是 把它拉长 拉长 让它有长度 所以 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感觉到 我刚刚自己一做了 我就觉得 哦 我感觉到我的小脑 就是我的 头骨跟 我的颈椎连接的地方也开了 你可能会感觉到 你的头部 眼睛啊 或者哪一些地方 也会比较开 对 会比较松 然后会比较 比较放松 然后可以张开这样子 对对对 哦 我平常是有时候 我要说话之前 如果我觉得我的声音都卡卡的 我也会做一些 这样的发音 比方说我就会发出一些 哦 我就会发出这样子的声音 然后就会发现 气也会比较通 然后喉咙也会比较松 对 咱们可以试试看 用打哈欠的方式 哦 打哈欠 好 打哈欠我嘛 可是打哈欠不能被老板看到哦 不然老板会觉得你怎么一直在问 哈哈 OK 打哈欠 OK 好 然后呢 嗯 你还要用这种声音的方式吗 还是别的 或者唱歌也可以啊 唱歌的话 我是觉得唱歌这件事情也很有趣 所以大家就是自己在家里面 只要是喜欢的歌曲都可以唱吗 对 我觉得都可以 甚至有些人觉得 如果这个比较悲伤的歌曲 会不会 对啊 会不会影响到 会有负面的影响 会吗 你觉得 我觉得如果你觉得有一个歌手 嗯 这个歌曲 有特别的吸引你的话 嗯 表示你就是有跟他一种共鸣的频率 嗯 那你也可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去感觉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他 哦 觉得你在身 现在在你身体哪里 嗯 那你想到什么 嗯 那里面有一些记忆 那我自己唱歌的时候也是有选这种比较 抒情的 比较讲业的一些歌曲 因为我觉得他也可以让我把这些能量转化 哦 嗯哼 但是你要去自我觉察 对 就是不是说OK 我在那边很悲伤的唱歌 然后唱完就哭 然后就是就这样子 哭也很好 嗯 你可能真的要哭一场 但是你就是要觉察到原因在哪里 嗯 那除了这个之外 记得注意力一定要放在身体里 嗯 如果你今天就是去想 你又回到你的头脑里 你又放弃忘记你的身体了 嗯 你没办法转化 哦 身体会累积所有的记忆 所有的情绪 这都是在身体里 嗯 你那个时候就感觉 OK我唱歌的时候 我可能就觉得我的心疼痛 嗯嗯 OK那没有好坏 嗯 我就是观察我的心疼痛 嗯哼 然后你一直唱歌 唱歌几次 可能也会帮助你 把这个情绪流出去 就是让它有一个output 它就是可以除去 对对对对 就一直把它累积在里面 哦 哎 我觉得卓雅刚刚讲到声音跟歌唱这个部分呢 很实用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们在某些情况之下 可能会不自觉的就哼一些歌曲 那那首歌曲一定呼应你当时的情绪或是感受嘛 嗯 那如果是用头脑去想就没有办法转化这件事情 刚才你的提醒就是让我们去去觉察到我们的身体跟这个音乐的的共振在哪里 然后我们可以让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流动了 也许我们会很悲伤 可能是心里面有一股悲伤的能量一直没有释放掉 对 哦好棒哦 对 在那个时候你就是越唱歌越释放 哦 这招很棒 这招超级棒 那小朋友的话 小朋友通常 小朋友他们通常没有那么多的的创伤 他们比较开心 所以就就陪伴他们唱一些他们喜欢的歌曲 让他们身体的能量可以流动 就会很开心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你也不要每次觉得我是一定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哦对呀我们有时候 我的目的是什么 对对对 快乐 大家快乐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对对对对 我发现周朗老师常常会讲出很关键的一些一些提醒 对有时候真的我们太目的取向了 就觉得这件事情要有效我才做 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帮助我就不做 但是有时候快乐就是快乐跟开心 就是最重要的目的了 对 哦太好了 好那再接下来 刚才是周朗老师提醒大家 我们这段时间如果真的比较有有机会 一个人独处又或者跟家人在一起可以透过 透过怎么样创造更快乐的时光 让彼此都可以在这段时间情绪可以好一点 然后大家的这个感受可以更放松一点 那周朗老师说其实你还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 我们可以用感激来取代抱怨 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生命里面对什么比较有感恩感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马上帮助我们的震动频率提高 嗯哼哼哼 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嗯 我常常跟我儿子做的事情是我们睡觉前 嗯 就会要说出几句我感谢什么什么什么的话 哦真的哦你们在家里面两个人日常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对特别是我觉得我的儿子其实有的时候会非常的负面这种情绪 哦是 我就真的要提醒他说你的这一辈子是多的幸福 那我也没办法真的说服他嘛 我要让他自己想到 嗯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有这种的睡觉前的仪式 嗯 就自己开始啦 你也不能讲破汤嘛 我自己就开始哦我今天非常的感谢什么什么什么 是 那真的可能很简单的事情 我就很感谢我今天喝了这一杯茶 我就觉得很好喝 嗯 那有的时候他跟我说妈妈我想不到今天好的事情 嗯 我说好吧你你变成今天 你可以讲就是讲到你 现在生命里面的 嗯 可能不是今天发生的 也可能就是 你平常具有的 嗯 而且你觉得对你来说有把你带来的快乐的一些东西 嗯 对 所以他就回想到哦好那我就是谢谢你 我就是谢谢我有妈妈 嗯 谢谢我们的毛咪 嗯 毛咪玩很快乐啊 啊好啊好啊 然后我觉得 这是建议大家都可以开始跟小朋友分享的一种很简单的仪式 哎对 哎对耶 在那个刚才朱雅江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我我我自己也有觉察到现在的孩子是因为他们他们他们得到所有的事情都太容易 嗯 所以就比较不容易感谢 嗯 我有意识到身旁的小朋友常常会觉得太多事情理所当然 所以 同样的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情怎么那么好 好值得感谢的时候他们都说还好吧 对 是不是你你你你你你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对我也能够体会 嗯 我也想提醒自己因为我们常常是因为自己的长大的过程可能没有那么的顺利 对 我们就会一直比较嗯 那我们就觉得哦你这么幸福 对对对 我小时候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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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你小时候怎么样也不是他的错误也不是他的问题 对对对 我们需要疗愈我们内在的小孩 嗯嗯 不要让他觉得因为我的小孩子们这么幸福嗯 我就感觉到更不舒服嗯嗯嗯 因为我们常常从这个更不舒服的点而处罚的 然后就跟他们说哦你看啊 你有这个你有那个 那我小时候都没有你多幸福 然后你都不会感谢 嗯对我们就会变成用好像用 其实这些都比较负能量的话 对 而小孩子听到以后就他不他会他就会觉得说 那我小时候跟你小时候又不一样 对然后你就做不到你想要的 你没办法捧住他提高他的那个感受频率了 对所以真的就是能够用自己的example 需要解释更多一点我真的就会直接跟我的儿子解释 对对对对对这个真的是 因为我以前也常常就是会因为小朋友讲了比较负面的话 又或者他就会故意有时候会唱反调 然后你就会我就会很生气 我就会觉得 这个小孩子是我没有把你教好吗 怎么会你爸爸妈妈都是心存感恩的人 为什么从孩子的身上看不到这些特质 那我以前都会好生气 然后我就开始念他 然后念他以后呢 他就也不高兴 我也生气 对对我也做过这些事 我也很清楚 但是以后就知道 OK我这样子做没有用 对 没有想到别的比较好的方法 对我后来也发现没有用 所以我现在很多时候 我就不见得硬要去当下马上要他怎么样跟我一样 又或者他要改变 我后来就是也是我自己从我自己先做 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就自己先说 哦怎么那么好 怎么那么幸福 真的怎么样怎么样去讲到我自己的感受 然后让他自己去体会看看 那为什么我跟妈妈不一样 我跟爸爸不一样 对对对 小孩子都是在学我们的 他如果看到妈妈每天在那边感谢 他也会觉得OK 那就是我也可以这么做的 对 所以在晚上睡觉之前 如果有这样一个小小的仪式 其实就会让 起床也可以啊 不一定要睡觉 因为我们就是好像 简直每次睡觉以前做的 OK 所以现在慢慢的慢慢的 有影响到孩子了吗 我觉得还是有绑住 我又要提醒自己耐心一点 对 他的个性本来就是可能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也就是接纳他 我一定要先接受他 我才能够帮助他嘛 那我觉得我们做的有用 我们就继续做 要放弃 觉得OK 我试了 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那我就放弃 这个也是一种很养性的想法 就是比较隐性女性的话 你就是会解那一切 然后你就是用自己的感觉 感觉很直一举 觉得OK 我现在在走的路是对的 嗯嗯嗯 不然我看不到 嗯 现在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做 绝对不会是错的 嗯 不继续 是是是 就像最近呢 我们也常听到 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有些是支持政府 有些是 就是看别人做什么事情都不顺眼 那有些批评的能量也很强大 那有些人呢 其实就是 会回到自己身上 就认为说 我自己可以努力的 我自己可以做好的 我就尽自己一份心力 我发现有时候会有 很明显不一样的 两股力量 那我我自己如果看到 跟我不一样的 有时候也会觉得 我会觉得生气 嗯 对就会觉得这个时候 为什么不能够更团结 大家更有共识 又或者多用鼓励 肯定来代替批评跟指责 那那像卓雅 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你通常会怎么样做呢 我觉得 每一个人都会批评的 看他批评的是什么 是 有些人就是批评现在的政府 对 我觉得 有些人可能批评自己的小孩 但是那个批评 都是从批评自己开始 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批评的习惯 你不会 你跟他不满足 这是很正常 你就是不满意 现在的政府不满意 或者什么不满意都没关系 但是你不会有这种 马上就要去批评人家的这种的行为 所以也要观察一下 我有没有自我批评的习惯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一定有的 我自己也是非常会自我批评的 我很怕被别人批评 所以我现在批评自己 批评更多 他们就没办法批评的比我多 这也是一种 好像保护自己的一种行为 对 所以我觉得 每次 不管我遇到什么状况 我会看 往一面看 那我自己会 有这种行为吗 我如果批评别人 我是不是也能够 就是一直在批评自己 那只到了以后 这是第一步 你先要觉察得到 那觉察得到以后 你就可以每次发现 OK 我有开始这种的行为 这种的模式 那你就可以提醒自己 OK 这是对我不是很好的 这是没有绑住的 我现在有一股 负面的能量储蓄 有绑住吗 如果没有 那就不用说 那如果你能够 用爱的方式 就是 你看到 你觉得需要改善的状况 但是你能够 第一知道 怎么真的去改善 他们都想批评 但是他们没有 更好更好的方式 对啊 又没有建议 没有建议 又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对 那您批评就是骂人而已 对 对对对 那你第一就是看到一个好的方法 然后你能够先放松 放心 然后对对方有一种爱的能量去解释 你想要的 或者给他你的建议的时候 他可能能够接受 对 真的 但是可能又不接受啊 这也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是是是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控制 然后觉得 我是 我是对的 别人是错的 对 这种的行为 是是是 就是我们要一直提醒自己 这样子做 不会改善我的生活 或者别人的生活 真的 不要老是喜欢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跟卓雅老师分享的 如果大家有安下心来慢慢的听 我相信一定可以 可以找到 可以帮助自己的一个观点 或是一个方法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下个礼拜再请卓雅老师 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大家的听听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